鹰扭特人不仅会捕捉迅鹿 偶尔也会去猎杀猛兽 它们刚刚打死了一只迅鹿 将内脏和鹿皮留在原地 等待野狼的靠近 第二天它们过去查看 但只看到乌鸦在吃内脏 并没有野兽的踪迹 它们准备明天再过来 今天则制作美味的料理 鹿肉已经冻得硬邦邦 需要用斧头才能剁下来一些肉 然后将切好的肉片放入热水里煮 再准备新鲜的玉米喝胡萝卜 时间不长 香气就铺满了整个房间 一顿美味的晚餐就做好了 再配上全麦面包 味道好吃极了 天刚亮艾瑞克就出发查看捕狼陷阱 走近发现陷阱里有动静 病神一看有只狼欢在拼命挣扎 他是平头哥密欢的大哥 却比平头还要凶残 不过他遇上了更可怕的狐猎者 艾瑞克拿出手枪 对着狼欢就是两枪 这是一种很少见的动物 却没想捕到了狼欢 这也算是意外惊喜 狼欢毛皮价格昂贵 他决定回去联系买家 此刻奇普夫妇又一次来到驯鹿集结地 看到了成群奔跑的驯鹿 嗅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 艾瑞克拿出望远镜观察 果然有一只奔跑如飞的狼 这是一只年轻的灰狼 已经跑到半山腰了 眼看他要越过山顶 奇普夫妇必须行动起来 他们要沿着这个山脊上去 从灰狼的侧椅出击 这是一次大追捕 猎人还是奇普夫妇 而猎物则变成了大灰狼 刚刚大灰狼还撵着驯鹿跑 那是何等的威风 现在却成了丧家之犬 惶惶不可终日 身份来了一次戏剧性的大转变 奇普夫妇来到了有力位置 拿出望远镜观察 大灰狼没有听到雪地车的声音 他也停了下来略做休息 然后又继续前进 但他所处的位置是一处小溪 奇普夫妇不敢冒险过去 今天只能到此为止 苏大妈想打打牙计 惦记上美味的松鸡肉了 雪地上有松鸡留下的脚印 沿着痕迹 他很快就看到了一些松鸡 为了不打草惊蛇 他跪着前进 到达最佳射击距离以后 端起步枪开始瞄准 随后开了一枪 可惜松鸡全部飞走了 此时艾瑞克联系到一位买家 想收购一些狼欢的皮和头骨 他要把狼欢准备好并打包寄过去 这块头骨他煮了很久 需要把里面的部分都清理干净 不过这是一项非常无聊的工作 狼欢皮被他完整地剥离了下来 将准备带到费尔班克斯 卖给那里的皮毛上人 很快他就开车来到镇上 静止前往比尔的生皮毛公司 那位老板生性慷慨 往往会出高价 让年轻猎人多赚一些钱 比尔正在忙碌 非常欢迎小爱的到来 他检查了一下这几张皮 无论是爪子 耳朵还是嘴唇 都是先翻过来以后再剥的皮 细节处理得很好 但也有一些瑕疵 里尔传授了这方面的经验 然后给狐狸皮 开出了60美元一张 接着他要前往家附近的一片流域 在那里发现了狼的踪迹 他设置的装甲路线 长约160千米 沿途分成了几段 他开始在灌木丛里设置捕狼陷阱 这种圈套可以套住小型动物 如果是迷路被套在陷阱里 他完全可以挣脱逃生 小爱骑着雪地车 穿行在冰天雪地中 但是意外随时都会发生 他撞到一个灌木上 直接翻车了 万幸人没有受伤 但是雪地车遭到了严重的损害 操纵系统和刹车系统都是零了 而且车把也弯了 今天的打猎之路只能到此为止 而今天又是齐普夫妇追踪灰狼的一天 他们找到了一只被吃掉的驯鹿 通过湿海可以判断 他刚死没多久 于是齐普向远处观察 果然看到了一只奔跑的灰狼 他还想通过昨天的路径逃跑 但这一切早就被两人看穿 索性将计就计 他们决定驱车赶到前方 等他自投落网 但灰狼的速度也不慢 早就跑出了包围圈 在他身后追赶 艾格则拿着枪开始瞄准 眼看灰狼跑得越来越远 艾格顾不了太多 冲着他开了一枪 但是打偏了 他重新上旁 冲着远去的灰狼又跑了一枪 好像是打中了 两人急忙赶了过去 灰狼躺在雪地里 已经没了呼吸 摸着柔软的绒毛 一看就是上等货 虽然狼皮价值昂贵 但是这两天的油耗也不少 所以只能算是不赔也不赚 他们将已经冻僵的灰狼 搬到了车上 然后开开心心的回家 而我们的苏大妈不甘心 又要出去打猎了 对手依然是松鸡 这次他沉着冷静 晃晃就是两枪 却被松鸡一个走位 轻松躲过 苏大妈又往前走了几步 然后拿起枪 又开了一枪 这次终于命中 不得不说你大妈还是你大妈 就地宰杀 迫不及待的回家开始了烹饪 起锅烧油 然后加入苹果和蔓越莓 翻炒一下 等入味以后 再加入松鸡肉 很快就飘散出一股香气 如果有人问松鸡的味道怎么样 苏大妈说 和灰熊的味道很像 灰熊的味道又如何呢 和松鸡的味道差不多 这下你明白了吧 总之就是非常好吃 苏大妈开开心心的享受了晚餐 第二天她跟好朋友小狐狸一起玩耍 虽然已经年过50了 但她乐观的心态依然是个小女孩 比起苏大妈 我们的安迪大爷就不同了 她准备去砍伐木材 雪地车势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 但雪地车总是与她八字不合 又翻车了 安迪骂骂咧咧地站了起来 重新把雪地车扶起来 她继续上路来到了山区 准备放到雪橇上固定 然后运回了家 她需要妻子的帮助 夫妻二人重新回到树林里 安迪负责砍树 妻子负责呐喊助威 他们配合了天衣无缝 完事后他们准备前往泰克托尼克河 度过一个短暂的假期 因为今天是凯特的生日 安迪为此准备了特殊的礼物 这是用山猫骨头和吊坠一起制作的项链 他们在一个临间小屋 度过了美好的夜晚 夫妻二人的感情得到了升华 天刚亮艾瑞克开车来到了贝尔班克斯 为了修理他心爱的雪地车 修理工检查了一下 决定优先为他修理 这段时间艾瑞克没办法补裂了 他准备利用这个时间来弥补很多事情 比如加工一下这两根麋鹿腿 他把外皮剥掉 然后切成一块块的肉 再放入搅拌机里 将搅拌好的肉片用保鲜袋包装起来 这就是健康的有鸡精瘦肉 今天的任务量有点多 但他觉得这比上班强太多了 既好玩又刺激 几天后艾瑞克又一次进山了 他在树下看到了云山松鸡 这是一种北极特产 他的肉质鲜美 小艾一顿需要吃两只松鸡 他用手枪一击毕命 不愧是顶级猎人 这枪法就是准 这时他看到树上还有一只松鸡 又是一枪命中 在里面的林子里还有松鸡 这帮松鸡大概冻得已经脑缺氧 这都不逃跑 又被他连续开了两枪 轻轻松松地就抓到了四只松鸡 这下晚餐有的享受了 他将松鸡清理以后 开始制作料理 用鸡肉 鹿肉和土豆 以及洋葱一起制作了大杂烩 香味飘散在整个屋里 此时已经到了午夜 他早已机场陆路开始狼吞火焰起来 苏大妈在这个营地工作了十多年 他很热爱这份工作 现在被告知营地的拥有者准备 出售这里 如果被其他人购买 他就得离开这里 所以他打算买下这个营地 但这不是一笔小数目 他需要好好想想 因此决定先去荒野捕猎迷路 但意外却不约而至 雪地车出现了故障 气得苏大妈全打脚踢 这里的风速每小时30-48千米 温度则达到零下40-50度 只需要短短几秒就能把人冻僵 他发现是皮带损坏了 幸好他随时带着备用皮带 不过皮带有些冻得发硬 他只能靠着蛮力硬是把皮带装了上去 然后忍不住为自己喝彩 好